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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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人這麼說? 如果有一天你無緣無故喝水 突然為何這麼重? 沒力氣,拿不起 你以為年紀大? 又或者你走樓梯回家 為何平時都不喘氣 你突然很喘氣 你有一成的機會 原來會中風 怕不怕? 又不知是否 想不想知道到底是怎樣的? 這一集我們就是講中風 在我們身邊的 就有老神經專科的醫生 就是李可倫醫生 在我們身邊的醫療 胡慧康 大家好 李醫生,你好 彈光,你好 你好… 謝謝兩位 我們說中風 這真是一個… 可否說是一個隱性的殺手 他說來就來了 你完全不能預防 我日日多吃維他命C 我就不用那麼多感冒 但中風這件事是… 我可否用一個例子可以這樣說 其實中風來說 很多時候是一個很突然發生的事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病徵來得很急 但又不是完全不能預防 其實中風在香港來說很普遍 排第四號的殺手 每年有三千五百人死於中風 而每年大約有二萬個新症 或者再發生中風 也不是不能預防的 我們透過身體檢測 從而可以找到一個端移 哪些是高危病人 從而找他出來做一些預防的方案 李醫生,心臟病和中風 其實有沒有關係呢? 我經常有思議 有點confused 究竟是心臟病 即是關心血管事 但中風好像是腦 但腦我們平時 未必會知道他有事 應該是怎樣注意呢? 其實這個心腦血管病 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有些病人有心臟病 譬如心臟血管、冠狀動物已經硬化 也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其實一般來說中風 什麼叫高危因素呢? 其實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年紀大 年紀越大,中風的機會越高 第二件事是 如果有食煙、瘀疾疾棍 也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另外一般來說是三高 可能大家聽過了 血壓高、血糖、膽固唇高 這些也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不過另一件事最特別是 如果心臟跳得不規律 所謂叫心房戰動 也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也會增加五至七倍 因為胡慧康也挺緊張自己的健康 我想你自己暴露一下你的私隱 你可否告訴醫生 你平日 你現在通常是… 因為你都要拍攝 拍攝就是熬夜 其實熬夜等等 也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否 你可否說一下你日常 除了拍戲、工作之外 你做不做運動、吃不吃煙 你先說一下 讓醫生去衡量一下,好嗎 我日常生活 如果以一般來說 我會盡量是… 就是… 低脂肪 即是小澱粉 小糖 甚至乎是酒糖 也算是高蛋白的飲食 而… 也會一個星期有… 平均三天的運動 兩天的身體運動 一天的身體運動 那就是健康的東西 那… 我就很肯休息 即使年輕的時候 每個人都喜歡玩 如果我知道明天有通告 我寧願今晚不玩 即是我很肯睡覺 即是我是需要睡覺的 我不喜歡… 你說熬夜沒辦法 但如果不夠八個小時休息 我無法工作 那你拍攝後 你拍攝後 有時真的會通宵 是 那你明天又去打拳 不會… 不會 即是我很肯 盡量爭取時間 讓自己儘量休息 那我想這件事 不知道會不會幫助 不煙不酒 是 小煙,但我不喝酒 本身吃東西來說 最重要的是 少鹽、少油、低糖分 這些都是健康飲食的習慣 當然最好 每個星期可以做三次的大量運動 每次可能三十分鐘或以上 這樣就更好 當然最好是包括兩件事 心肺的大量運動 即是Cardio Training 另外也要做一些耐力的運動 那些resistant exercise 可以增加肌肉 強化它 對於一個病人 你也可以減低中風的機會 那我剛才說的 算不算是符合到… 符合到的 不過最好就是 當然要戒煙 因為任何吸煙 真的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好 如果這樣就更加 理想100分 是 那代不代表就是那個… 雖然機會率低一點 但我們實際 我們怎樣去預防中風 如果要看有沒有中風 當然要看照腦的造影 但當然來講 一般來講 心體檢查很重要 定期檢測血壓 驗一些基本的血 看看血糖有沒有高 有沒有糖尿病 膽背唇有沒有高 還有要做一些心電圖 看看會不會心律不正常 我做了沒有事 如果做了所有的檢測 就可以將風險大大降低 不過當然 除了我們說降低風險之外 我們必須知道中風的病徵 萬一有時起上來都知道 可以及時去看醫生 是甚麼病徵來講 其實中風的病徵 很多時候中風來講 就分兩大類 一種叫做缺血性中風 一種叫出血性中風 中風來講 有四分三 都是由於塞了血管 都是學名叫缺血性中風 四分一由於出血 其實病徵 無論缺血和出血 都會看影響的地方 在哪裡 譬如影響大腦的運動神經區域 我們變成一邊身就是武力 要注意 很多時候武力的時候 它是分左和右 因為腦裡我們交叉地走 譬如右腦向左邊 左腦向右邊 就不會兩隻腳 或兩隻手一起武力 所以中風往往是一邊身的病徵 可以一邊身武力 一邊身麻痺 如果影響了它的語言區域 可能突然說不到話 表達不到自己 說話裡裡裡裡 嚴重頭暈 甚至看東西的視野收窄 好像窗簾拉了一半 所以我聽別人說過 如果你見到有人懷疑他是中風 你就可能叫他做一些很簡單的加減乘除 或者叫他講一些話 說他的名字 看他可不可以應付到 是否可以初步去診斷到他 沒錯 我們很多時候都教病人 所謂譚笑用兵這四個字 什麼叫譚笑用兵呢 譬如病人說話說不到 譚了 笑的時候 我們笑起來的時候 虎紋又高低了 臉突然歪了 無力了 那用呢 就是用我來不了手腳 正如所說 是一邊身的 右邊或左邊 如果有任何 隨便一樣 就立即所謂要頒救兵 因為及早見醫生 及早治療 所謂的黃金治療期 對中風病人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還聽過那些土炮方法 很好笑的 我有個朋友 一個伯母 她的手袋永遠是帶著針去 她說隨時看誰 如果懷疑中風 就用來刺他手指頭 幫他放血 其實這些民間 就是治療有沒有用的呢 這個就相信沒有用 因為你放血也不會幫到什麼 最重要是及時去見醫生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真的塞了血管的中風 所謂血腥性中風 如果病人的病徵是嚴重 或者中度 而病情又適合的時候 有些病人可以適合用一些叫容山劑 及早在病徵病發之內 四個半小時給容山劑 就將血塊的溶解了它 從而可以令到公血恢復 就可以大大降低病人殘障的機會 現在有些先進的科技 甚至乎可以用手術去處理 如果病人真的來到醫院 可能他遲了 有時老人家不知道 都不要看醫生 先問了子女 打電話來 可能進醫院 過了一個黃金 四個半小時治療時間 但是如果做了一些顯影 我們發現了 有些主棍是塞了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導管手術 和你做心臟一樣 心臟都有通波仔 其他腦裡面 都有一些類似的手術 是叫取山術 什麼叫取山術呢 透過大動脈 我們在鼓溝那裡的大動脈 去到一條導管 去到頸裡面的血管 去到腦裡面的血管 如果發現有些主棍是塞了的 就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 可能用一個吸力 吸回吸塵器 吸回血塊出來 又或者用一個枝架的方法 把血塊撐大 然後把血塊拿走出來 從而移走的血塊 那些血流動就可以暢通 就可以救一些 可能缺血 但是又未壞死的腦細胞 也可以將大大降低的病人 殘障的機會 而這個將黃金治療時間 延長了很多 以前只是給我們靜脈的容山術 有四個半小時 但是這些手術 可以去到八至十二個小時 可能都適合的 不過當然 因病情 由醫生決定 病人的病情 適不適合做醫生手術的方法 所謂的個案 每個個案 每個中風的位置 塞的血管 都有不同的考慮方法 是 中風這件事 就是我們在說腦 那是否凡是中了風 都會損害了腦的細胞 即是不會再像平常這樣 可以這樣說 有部份細胞 都一定會受損 當我們按照磁力共振的時候 都會看到細胞已經壞死了 但是腦裡就好像我們所謂的 很多保障 我們就好像手機一樣 裡面其實有很多剩下的記憶體 它未必用得完 所以受損細胞之後 如果腦因為中風而受損 往往就可以透過一些 訓練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將腦訓練它 本來細胞是受損的 它隔壁的細胞可能未壞死的 它就知道隔壁的細胞 不能運作 就訓練它 我要代替它的功能 隔壁的兄弟不行 我們就幫忙 這些往往是透過一些 不同的物理治療去練習 即是有機會逆轉 在有些情況之下 雖然它細胞受損 但功能上 病人可以恢復100% 也大有可能 當然譬如適當的治療 藥物治療 和一個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 而且新的科技 甚至乎病人真的行不了 以前就可能困難些 可能只是可以物理治療師 幫他做一些輔助的動作 但現在很多新的科技 甚至乎都叫做機械人 好像Iron Man 整個人套上去 那部機械人 還會幫他動動 可能可以教肌 病人只是出一成的力 那部機械幫他出九成的力 就算病人的能力很差 走不到 肩膝要很大才行 而且那部份很巨型 這些當然都不在家 除非真的很富豪 通常會在醫院裏做 那些醫院都有先進的儀器 像Iron Man套上去 那部機械就可以幫他走 慢慢練步支和腳的力 就算一個病人本來走不到 經過一些密集的訓練 都可以大大增加 那病人恢復走路的能力功能 那你會否建議 你剛才也說了 有年輕化的趨勢 那你會建議 多少歲左右 每年做檢查 還是定期檢查 會有甚麼建議給大家 關於中風這個 其實我建議病人 定期要做身體檢查 最好每年去做驗血 其實30歲以上已經值得了 當然如果有家族 驗血就可以了 驗血就可以了 看有沒有三高的情況 這也是一個檢查 當然如果本身的病人 已經是高癌的病人 本身有高血壓 可能有糖尿病 適合做一些深層次的檢查 可能做別國磁力共振 連血管造影 可以做一步及早檢查 腦內的血管有沒有收窄 但現在就可以做一些導管手術 導管手術 放在支架上去 相對風險也低 就是一個擾流 令到有些血 譬如說我們有個血管 放在支架上去 那些血就不會衝向血管坡 血管坡慢慢就會 由氣球慢慢去洩氣 縮小 就會大大減低 將來爆破的風險 我有沒有可以這樣問 缺血性中風和出血性中風 誰對於生命有嚴重性 還是兩樣都一樣 其實兩樣都各有問題 不過當然一般來說 出血性中風 如果它的範圍是大的 會令病人腦壓會高 可能差的速度 就會比缺血性中風更快 但是其實病徵可以是近似的 所以不能憑病徵來判斷 總之第一時間 見醫生做掃描 他看清楚是哪一種中風 因為治療方案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有聽過有些人說 如果你經常覺得 你左半邊身的手腳麻痺 通常是心臟或血管有事 這個又成不成立 這個也是關事的 因為如果心臟真的有血管窄 如果病人有心絞痛 甚至乎心臟有困住 很多時候困住的時候 他的左邊手都會麻痺 不過腳就不是太關係 主要是手 如果手真的有麻痺 但如果心臟有困住的時候 這些病人都值得做一些心臟檢查 可能做一些心臟的血管造影 看看心臟的血管有沒有塞 如果有塞當然 看看塞的程度 嚴重的可能真的 也是要做通波仔 做手術去處理 好了 今天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醫生 麻煩你了,胡慧康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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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動一動 這個時段 Polsir會和我們分享一些健康的 又容易做的練習的小貼士 但有個不幸運 他中了風 其實中風有很多不同程度 對呀 其實身體已經不能動 還怎能做到運動呢 首先你一定要了解中風 中風有些會影響活動能力 有些可以影響視力 或者腦部其他功能 如果影響活動 我們就不要讓僵硬的肌肉越來越僵硬 甚至反過來有些肌肉是鬆散了 也不能讓它過度鬆散 有些要鍛鍊 這是很針對個人的問題 即是去哪個部位 這個情況去到甚麼程度 沒錯 所以其實運動很重要 因為第一可以加快自己的康復 另外可以改善活動能力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就是 老實說大家分析一下 通常中風人士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缺乏了運動 加上飲食不健康 尤其是三高人士 如果能否做運動 中風的機會真的比較高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做適量運動 但當這個問題一出現 我們都繼續做運動 都要做的 不要放棄 記住永遠有一個進步空間 我們更加要針對性地做一下 首先分析一下 通常會有上肢下肢的活動能力 也有些說話的能力 首先講一下上下肢 通常你見到有兩類人士的中風 有些會過度崩緊 縮起了 有些軟來來 兩個問題是很極端的 首先我講一下有些肌肉是崩緊的 你就應該要把它拉鬆 首先我們撞 你看到很多隻手是這樣的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 原來就是我們的肌力不平均 肌力不平均就是我們有些肌肉過緊 有些肌肉是過度鬆 不夠力 首先我講一下手的動作 如果它真的出現這樣的問題 自己可以用另一隻手去幫助它 放平它之後 自己輕輕地 不過你要留意 不要太過大力才搓 因為有些肌肉可能收到過緊 影響你的關節 我們嘗試慢慢打開它 打開它來說 這些動作就是當你慢慢慢慢 把肌肉收緊的肌肉打開之後 你就不要再握緊它 對,你應該要把雙手反轉它 做回打開一些動作 拉一下它 對,用另一邊去幫幫它 另外,你發覺之後可以 你就真的自己輕輕… 對,這個先針對手掌 輕輕做回一些相反的動作 什麼是相反動作 你既然在握緊,你就要打開 好了,至於手腕這些地方 有些人會曲了 那你也是,你做了這個時候 手掌從小肌肉開始 好了,現在開始拉一下手 手掌上來 這個時候要拉到裡面 整個動作你看到有些就是這樣 就是所有裡面的肌肉硬 你要逐步逐步由手掌 前臂、上臂 對,然後拉上來 對,還有到這個老柱仔 這裡就是你輕輕托著關節 然後拉上去,不要大力扯 慢慢拉上去 好了,當你發覺改善了之後 你可以垂下手 向外轉 記住,每個動作慢慢做到幾秒鐘就夠了 不需要耐久 打開它 對,同樣記住一定要保持暢順呼吸 現在真的是手臂在收緊的情形 好 另外,我剛才說的 就好像沒有力,軟了 這些就是要做一下肌力 不過就不是坐在這裡做 最好躺在床上做 是 為甚麼呢 因為你始終地心吸力 你的手是墜了下去 你想用力是用不了的 你躺在床上 只要你的手周圍怎樣去動 去觸碰它就行了 對 就是躺在這裡 對,你觸碰到哪裡 總之周圍去動一下手就行了 這樣 沒事吧 好似的 好像是演員 其實為甚麼要躺在這裡 就是你的手的重量不要向下 當你躺在床上 你其實沒有了這個重量 你才能動回肌肉 你記住 怎樣做甚麼手的動作都可以 不需要舉掌 好了,再說一下下肢問題 很多時候就會收緊 腳尖,就要蹲下去 同樣又是相反 你只要踢得到就踢 踢不到,你的手還要幫忙 扯回,扯上來 這個時候就拉縮你的腳瓜 腳瓜瓜就是一個很大力的肌肉 所以你通常看到中風人士 他的腳好像腳尖碰你 腳尖碰不到地 那你不妨自己用這東西傍著 踢下去 蹲著大腿 蹲著它,踢下去蹲著它 好了,另外就是 後大腿比較繃緊的地方 要怎樣呢?我們真的… 這裡你自己做就做 做不到,找家人或椅子去扯著它 假設我現在真的有張椅子扯起它 你慢慢扯著它,扯著腳跟 輕輕按 有張椅扯著這樣 麻煩你 通常問題是這樣 讓人幫忙抬起它,是嗎? 對,好,這時候你自己輕輕按下去 好,如果可以的話 有些人的柔軟度不夠 你可以找家人輕輕幫忙 把腳尖又拉過來 拉回所有腳瓜 我又想看看你能否做到這個動作 就算是普通人 很多人都未必做得到 是嗎? 蛋哥,把腳放上來 把腳放上來? 好,腳尖向自己 嘗試用另一隻手向前,能否碰到 有什麼感覺? 拉著 對,這些肌肉真的要拉鬆 就算平時我們也要做一下 這裡拉著 是 但我碰到,你要稱讚我 來… 謝謝 是,真是的 好 反正,剛才我說的 鬆散肌肉的人反而很簡單 你就要用力 用力的意思就是 這個時候可以坐在這裡 你用腳踩地… 一踩,你嘗試摸一下自己的大腿 是,四頭肌 你又摸一下你的小腿 就撞爛 是,你要針對這些問題 當你的肌肉是遇到中風之後 你發覺是沒有肌力的 你就要用力 你如果發覺是繃緊的 就剛好相反,你再拉鬆 就是這麼簡單 明白 大家可以在家裡 最好有家人看著的情況之下 是的 可以跟Po Sir這樣做 是的 謝謝 不要客氣 好,這個降血壓去脂化乳湯 是 在跟我們本集的主題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 這個病已經是年輕化了 是,有點重風 是的,也是很多都市人出現的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可能是血管 我們日常的飲食 這樣而出現了 令到我們血管裡面的脂肪 或者是血流量 就因為這樣而出現一個中風病症 所以今天呢,我都是很鄭重 而且很刻意地找出這幾個湯料 我都會利用腰果 是,這是你最愛的 是的 因為這個腰果 它裡面始終是有些果油在這裡 又不是太多 它最好就不會存在在我們的血管裡面 但是它又可以令到我們腦部 細胞需要的脂肪 它又可以補充到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合桃 在合桃來說 在這個湯水裡面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說,為什麼會爆血管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血管,它的彈性 是弱了,是硬化了 而原來,我們這個合桃 如果我們經常這樣去食用的時候 它可以令到我們的血管壁 和血管的彈性會變得更好 這兩個就是田七和丹心 田七丹丹心,我聽過是 田七和丹心,兩個都是有活血化羽 而我們這兩個 可以令到我們血管裡面的阻塞 它是能夠通透到的 所以其實這幾個湯料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這個松草花 並不是說因為它是花 我又放進去 其實如果我們譬如說 我們在預防湯水裡面 我們用松草花當然是最好的 而譬如有些朋友 它是正在康復中的朋友 即是不幸,中有風 你康復中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去煮這個湯水 為什麼呢? 因為松草花 它是可以改善到 我們那個腦內壓 腦內的壓力 腦內的壓力 有很多功效 而這個蜜棗 我們就要靠一點點蜜棗 甜味之類 這個蜜棗煮出來的時間 你又可以喝到我們田七 擔心這些藥味 藥材的味道之外 就是甘甘甜甜 這個蜜棗花香 說完這個是甚麼 這個就是道仲 因為道仲 其實你會看到 我們道仲裡面是有一絲絲的 其實它是可以令到 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那個去濕 還有可以健脾 而還有一件事 因為它這些一絲絲的組織 所以它是可以加強到 我們那個彈性 所以變得在這麼多的湯水裡面 就是這麼多的湯料裡面 它是可以幫助到我們 預防中風 還有改善我們中風之後的後遺症 一二三放下去是嗎? 是,洗乾淨 當然,譬如說 如果我們不喜歡苦潔味 你可以過一個熱水 但我也是贊成 大家連皮一起吃 效果會更加好 好,來 煮多久? 煮大約約一個半、兩個小時 那些事 視乎你自己本身喜歡 待會兒我想你幫我吃蟲草花 因為蟲草花煮了之後 很怕你不讓我吃 是,它那種花香味 令你吃完之後很舒服 很爽 我很喜歡吃蟲草花 對,很爽,是不是? 很爽 對,很脆 有時候你可以用來打火鍋 是嗎? 對,因為我不太吃蟲草花 我也是喜歡喝這些正正氣氣的湯水 好 好 你不要看,全部都是… 藥材 藥材,又沒有肉,但很甜 是 對,而且我很喜歡這個腰果 再加了少許的… 合桃 合桃,真是極品 其實如果我們很多時候 不是說一定… 因為這兩個可以叫八搭湯料 如果你自己就算加肉也好 其實這兩個湯料 你也可以放進去 這樣令你湯的效果會更加自然 味道又會更加出現 而它也有一定的對血管、油脂的功效 這個很好,這個很簡單的湯水 謝謝你… 別客氣 我繼續喝 下一集再見,再有湯水 再見 再見 你聽了,聽了就要行動了 來吧,戒煙戒酒 多點運動,多吃三文魚 有用的 還有記住這四個字 譚笑容冰 你身體就會健康 你一定要做 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謝謝你 再見